嚣张女子坐车嫌孩子哭闹 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还叫嚣悠本事打我 结果被暴躁大哥当场教做人 最近在开往重庆的一列高铁上 两女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起因是一名女乘客 先前排孩子太吵闹 影响到自己睡觉 便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 带孩子的宝妈表示 你有话就好好说 不要一张口就骂人 谁知该女子根本不理会 还大声叫嚣 有本事来打我呀 女乘客情绪十分激动 并不停指责孩子的妈妈 不要以为你带个孩子就了不起 大嗓门充斥着整个车厢 所有的乘客都被吵醒 据悉 前排乘客的孩子还只是个婴儿 而骂人的女乘客本身也是一名孕妇 视频一出立马在网上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 乘车途中遇到孩子哭闹在所难免 出门在外大家都把心态放平和一点 多点包容与理解 更何况这还只是个婴儿 你跟她讲道理她又听不懂 孩子的妈妈已经在尽力哄了 她的宝宝一直哭闹 她心里比谁都煎熬 也有网友表示 这名骂人女乘客可真有意思 自己都快要做妈妈了 怎么就对一个婴儿这么苛刻呢 难道你以后就不带孩子坐车吗 还有网友表示 旅途本来就劳累 再碰上哭闹不停的孩子 确实闹心 可以跟乘务员说换作为 但没必要骂人 这也就是孩子家长脾气好 要是遇到暴脾气的大哥 一巴掌教你做人 在开往桂林的动车上 就发生了这样一幕 身穿黑色上衣的年轻男子 嫌孩子吵闹 影响到自己睡觉 便对孩子的母亲破口大骂 还扬言 要把孩子丢下车 结果惹怒了一位暴躁大哥 直接一拳挥了上去 热心乘客质问男子 你难道没有小孩吗 没想到对方却一脸骄傲地表示 对啊 我就是没有小孩 怎么了 一副欠揍的嘴脸 此事围观的人中有人看不下去了 大喊一声 揍他 随后暴躁大哥一拳挥了上去 好在周围乘客比较冷静 及时将双方拉开 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在乘客拍到的另一段视频中 骂人男子在桂林火车站下了车 下车后被接站的孩子家长一顿暴打 视频中骂人男子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网友纷纷表示活该 小孩哭闹很正常 只要家长及时地进行干预 大家也都能理解 当然也有及个别的家长 对孩子不管不问 任由其哭闹不止 那种情况确实该骂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又怎么看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